本地推出了两辆以绿色为主题的地铁列车 鼓励人们减少用车并提供环保小贴士 以推广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两辆列车将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 分别在滨海市区县和东北地铁线传行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善高出席了绿色地铁列车的揭幕仪式 绿色地铁是政府永续新加坡发展蓝图的一部分 绿色地铁列车贴上了五个吉祥物的贴图 宣导环保意识并提供环保小贴士 例如携带环保带去购物 国立国人为我们的环境尽一分力